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們黨團幹部正在路上啊 他們不會過來 阿翔哥你怎麼把我們抹紅成那個樣子 也沒說到道歉 他們黨團幹部確定不來嗎 目前只有我會出席 那海院長您才是我可不可以發言 喔那朝野協商 你沒有黨團幹部 他當然有授權給我 但是我們黨真的希望吳委員 您可以跟我們做個道歉 因為你把我們抹紅的太嚴重了 而且我陳昭之不能讓你抹紅 各位黨團幹部現在台灣民眾黨黨團幹部 沒有在現場 這個對朝野協商來說是不具法法定效力 沒有關係最後都簽名一火在最後的事情 所以應該是沒有所謂說不具效力的問題啦 好不好 這樣來了他應該有內部他們有有有 這個溝通團隊嘛 好 謝謝柯建民總召提醒 但是一定要黨團幹部牽制 這下我非常的堅持 但沒有關係 陳昭之委員等一下可以發言 因為他代表台灣民眾黨 我這裡要特別報告的是 我們的總額不是今天才開始做 我們總額已經做22年了 22年了 那過去最糟糕的就是過去的這8年 蔡英文執政 越來越糟糕 每一年醫療的成長 跟總額國發會核定的成長 是不成比例 所以剛剛一直在講0.9就很爽了 很好了 我跟大家報告 這個事情今天沒處理 這件的會期沒處理 以後又不去了 再拖又是10年了 然後啦 所有的EU的人 就是用腳走路 用腳投票 就一個一個在走 賴總統跟卓院長 有員的孫去各大醫院的急診室 走一走 瞧一瞧 就知道事情 什麼什麼情況 上個禮拜 我在 卓院長的總之群 我有問他 我說 院長 你知道你明年會生幾次病嗎 他說他不知道 你會生小病還是大病 他也不知道 在座的行政官也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們有一個單位叫做行政院 我們有一個國發費 他可以 可以預測你明年要花多少錢 你明年要破幾塊賣 這個不是邱太元部長的層級 所以 邱太元部長在做立委的時候 他提案 他的臉書下 我都找找找 他講的一次最量化的是 零點九二要到一塊錢 要四百五十五億 這一下 要怎麼算的 我不知道 現在雙雙說 一點一塊錢要一千多億 怎麼算的 什麼零點九五要七百多億 怎麼算的 我們再怎麼算 這十年 用十年就好 這十年來 每一年 真的找他 做生的醫療費用 要給付的 每一年都差不多四百到五百億的落差 醫界這樣 每一年四五百億 十五百億 這十年 不要說是十年 十年了 已經四五千億 這已經超過醫療費的負荷 所以我們所有醫界的都開得搭搭 所以現在沒有能力反過來 改善勞動條件 增加薪施等等 那又碰到一個新冠 新冠從去年截止 丟到健保總額去給付之後 就融入之後 電資大幅下降 那今年又來了 今天早上講的 美國最新的 KP2 這個病毒 又毒又強又快 可能再過幾個 台灣就會襲檢台灣 這種還是丟到健保裡面 上個禮拜 七萬個 七萬個新病例 再上個禮拜 十萬個新病例 這個全部都是丟給健保 丟給醫界的 第三個我看看健保署真的是很棒 他一天到晚就是 請人家 開菜單 開開的丟給醫界去承受 昨天我們的石聰梁署長很英明 他講了46項的大溫系手術 要幾副啦 誰副 健保總額付 然後你跟病人收個材料費 那這個手術好不好 這個手術非常好啊 這個手術是劃時代的進步 我們當然希望 那個深一點的手術 像我們心臟外科的 或者是直腸外科的 密道科 當然是用這種手術 是很好的 很好的 很好的你就沒有錢了 你用那些優惠的錢 要做無限的事情 然後你一天有開菜單 一天有請人家 那買單 都叫醫界買單 然後現在說0.9就不錯了 不用叫台大跟榮董的院長 都在勤勢勒索啦 台大院長勤勢給我告訴他 你也是贊成這樣一口音啦 不然你叫他來問啦 但是他就不敢說啊 可能會換掉啊 所以會怕啊 所以 大家都是醫界的老兵 大家都很了解 那我跟大家報告 現在衛生部 你要的承諾 說我開大堆 今天開開的 這件沒有處理 不記得了 三個月就不記得了 所以我很明確的講 保底 然後我也退啦 我們照 我們 國民黨的黨團的版本 換0.95 卑微的請求 這樣 退到這樣 再不用拿了 再翻一面了 醫生 我想在我這邊來做發言的時候 我只先確定行政部門一個態度 今天是協商 已經走到現在了 協商的部分就是大家各自把版本拿出來 但很顯然的 到現在一個多小時過去了 行政部門是不是就是完全不考慮任何的變動 這就是你們的態度是不是 沒有任何的變動 你們沒有版本 你們就照原有的版本 所以我們現在討論的就是 要嘛就是國民黨修正 要嘛就是我們其他委員修正 行政部門沒有任何版本 就是依照原條文不變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用 沒有不用不用 邱部長您要回答 你就檢要回答一下 我覺得這樣子 我們建立 我知道我知道 邱部長你可以簡單回答 好 我簡單回應一下 我想我們 是希望按照我刚刚所报告的 所以你们没有版本 但你就是依照你刚刚报告 但你们没有版本 我们会全力努力的 好来 谢谢 谢谢邱部长的回答 直播全国人民 或说关心健保改革的人 大家都在看 我先讲一下 2018年5月28号 也一样 邱太元委员 向卫福部次长请教 为什么点值一点亿元 会遭受到反对 邱太元委员讲说 台湾健保覆盖率高达99% 支出仅占GDP的6-7% 这些都是建立在 医护人员的血汗付出 而造成支付项目减 缩减 支付金额下降 新药新科技无法进入 健保市场等诸多原因 更严重影响民众的健康保障 2018元的邱太元委员 这样子说 大家都还可以找得到 我先说 本席或是我们国民党团 从头到没有反对 我们要做整体大规模的改革 医疗改革本来就应该 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所以我们也针对这部分 提出了附带决议 包括我们的附带决议 有民众党的版本 或是我们国民党委员的版本 或者是我们也希望是说 未来要赶快召集 跨部会的医疗改革会议 提出相关的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也没有很天真 认为说健保点值 调到1.1元 或是1.0.95元 之后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又不是魔法仙女这样子一变 然后就什么事又没了 我们没有那么天真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是要 跨全面的医疗改革 现在执政的是民进党 如果1月13号是国民党当选 国民党一样负起责任的 召开全国跨部会的医疗改革会议 但是因为没有办法 我们的总统候选人输了 所以现在是执政民进党 当然要负起责任 可是我想强调的观念是 这完全不冲突跟矛盾 健保点值提升 是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医护人员 他已经撑不住了 因为他牺牲太久了 而其他的改革能够降低成本 或者是增加我们新药等等的 这些部分 这个本来也应该做 并行不备 现在在讲明天 我就已经没有饭吃了 你跟我讲一年后 我要带你去巴黎岛度假 那完全逻辑是没有办法对焦 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归 我刚刚就讲了 如果说今天行政部门的态度 只是我没有要改 但是请相信我 一年之后 一年之后 我会再来做 那我刚刚也听到我们部长讲 如果一年之后 改善环境 改善争议 真的不够 再来检讨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 现在讨论的事情 每年才来 还给我骗一年 一年后 真的没做 做得到的时候 那时时 改善来讨论 我想 真的不是这样的态度 部长 我不是针对您个人 请 我对事不对人 任何一个人在现在这个职务 我都一样的态度 我不是针对您个人 我现在在讲的 其实重点在 这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我们很多委员都讲过 当赖清德总统候选人 他在讲说 他提出健保点值 1.1.1元的时候 很多民众是相信或以为 他已经想好裁员 想好方法 想好解决的方式 所以愿意在1月13号选择他 结果 1月13号选择完他之后 过了三四个月到现在 居然民进党的代表讲是说 那个是赖清德的目标 那个是目标 如果公司也会 我现在在发言 可不可以不要插我的嘴 刚刚你在发言 我没有插你的嘴 你根本就插了 你不要插正我 因为这就是全国国人看到 赖清德的态度 你要越讲只会自己越露气 我再来讲一件外件事情 如果说这样子说过去的话 那就真的印证了 台湾会一句话嘛 张红三明开生啊 今天张纲拍世嘛 就是这个道理啊 我在选前跟大家讲一点一点一元 结果大家相信了 结果选完四个月之后告诉你说 那个是我的目标 我的未来的方向 但是 我先说 我不扣赖清德总统帽子 因为赖清德总统没有亲口讲这句话 他只有亲口讲一点一点一元 但他没有讲说那目标 所以这我不知道说 是不是柯总召的一个超义 可是现在我们拉回来 拉回来讲 柯总召我们互相尊重 因为大家都是三长 所以你尊重我我尊重你 你不尊重我我没有办法尊重你 最后我只讲了 赖清德讲说1.1元 是1月9号的新闻 他讲说他最有能力解决 这是赖清德的话 在昨天他讲说 每点值1.1元 赖清德表达忧心并起三思 那哪一个是赖清德 哪一个是我们现在的总统 好所以我最后我只用 刚刚我们也有党团代表 也有讲台大医院院长的话 台大医院院长的话 要讲就不要只讲一半 台大医院院长的话 没有错他讲说 台大医院院长吴明显表示 修法保障点值1.1元 恐会导致过度医疗 没错他讲前半段 但是请听后半段 他说建议保障点值1.0.92 至0.95元 朝有价健保发展 让急重难罕等科别 从事有价医疗 能够来发挥价格保障 所以台大医院院长吴明显讲的 是1.0.92到0.95元 这也符合我们今天国民党团 所提出来的版本 我们有很多委员提的版本 但国民党团提的版本 是健保点值调涨成1.0.95元 这也是台大医院院长 我想全国医疗专业来讲 要讲说比台大院院长来得好的 可能没几位 我绝对不是 所以我相信专业 我尊重专业 我支持健保点值调涨1.0.95元 如果说今天大家各自表述 民进党的态度 或是行政务员的态度 还是说铁板一块 我就是不动 那抱歉就没有共识 没有共识没有交集的话 我想就依照相关意识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请不吝点赞订阅